那我们今天呢 在广州的这个火炬手当中 有一位68岁的老人 他呢 我知道他是从小就患上了一种 送毒困难症 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 没有被病魔所吓到 用自己的方式去体验奥运 去参与奥运 瑞典人伯蒂尔一出世 就无法阅读和书写 但这种障碍并没有 令他抑制消沉 正因为伯蒂尔知道 语言和沟通的重要性 他在1965年 创立了EF英服教育 在短短40年里 EF英服教育成为 全球知名的语言培训中心 北京奥运会EF英服教育 被北京奥租委正式指定为 奥运会语言培训服务供应商 为包括国内技术官员 翻写人员 竞赛团队和北京奥租委 其他工作人员在内的 4000余人提供系统的英语培训 由于伯蒂尔对奥运的卓越贡献 他成为了一名火炬手 临近奥运博迪尔由衷地表达他对北京奥运会的祝福